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现在这个朋友他去拿水还拿梳子 我现在在楼下这里等他 还有就是我今天磨了一个烈焰大红唇 不知道为什么磨了这么重的 本来我是想要磨了就淡淡的磨 但是唇幼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薄涂 然后我就觉得不小心就磨得这么厚 可能以后我需要再擦掉 然后当然来了 是不是它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大约是三四月 或者这两个月吧 差不多我可能就是更新更的 不太规律 因为就是这样 这两个月我们需要就别设计 然后就时间还挺紧的 我还需要找别人月拍这种 就是一般他们月拍都会月拍在周末 所以我周末就没有办法 就是剪辑视频啊 就这种可能就是不会特别的 有规律的更新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肯定会把时间剪出来的 嗯 这两个月应该会很忙 你帮什么忙 好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 见我的同学 嗨大家好 我就要大家看一下我这儿 这儿 那我这个头发觉得 我怎么这么窝囊啊今天 我刚刚就是录了一段 就是短视频为了我的那个毕业设计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九山公园对吧 世锦山公园对 我们要去九山公园拍一些照片 也是为了我的毕业设计 然后也是带着我们玩一玩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Vlog 耶 然后带随你们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索北京的公园 嗯 走吧 嗨 开心吗 开心 超开心 超开心 我们现在需要先去北海北 我觉得我这个烈焰大红泉实在是太热了 想着看着穿着也热了 吃了点吃 我们现在刚刚在北海北站下了车 然后我们现在要走着去锦山公园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胡同里 所以拿出了相机给大家看一眼 我觉得这个还算比较正宗 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宗的一个北京胡同了吧 对吧 我觉得真的很窄 对 但是还挺干净的 今天阳光特别特别的好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是北京算是早晚就是周夜温差比较大的了吧 哇好有这种民族气氛 我们现在在锦山公园的旁边一个餐馆里先吃饭 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午要拍一天 要拍一下午 所以我们俩现在点的是两碗牛肉面 对所以我们先试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去锦山公园吧 刚刚我们吃完了那个牛肉面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什么呀特别的硬 把我这口红还给吃没了 我一会儿需要再补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锦山这里 现在需要拍一下照 一会儿我们要到那个最顶上的那个地方 现在又起风了 然后我还稍微有点冷 然后我这个口红需要补一下 嗯 不是 头暖不错了 那你算是往我这么挪 我眼一个头暖 然后头暖就暖 然后我看自己眼睛就暖了 好了我们现在刚拍了一些照片 但这里就是风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刚才我就是用我锦耳机拍的时候 我忘了调那个光圈了 所以之前的光圈都给弄得太大了 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再重新拍一下下面那几个 但是不太清楚 不过我现在那个锦耳机还剩下20张左右 我觉得应该够了 嗯 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景色 来 锦耳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景色走出去 哈哈哈 应该去上面拍 从上面能看到下面呢 哇哦 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呃 什么 这叫什么 北京城中心点 这里就是明场面 就这样大家都知道知道的地方 哈哈哈 嗨 这里写着北京城中心点 非常开心 现在是休息时间 然后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我去上厕所 去吧 只不有个一卷 哈哈哈哈哈哈 你都掏出来 一大卷纸 今天带了一张卷纸 每一次你知道我就是感觉上厕所的时候就担心就没有纸 然后就怕不够用了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养成个习惯就是 走哪儿去带一张卷纸 就再也不用担心纸不够 哎 说来有点羞涩 跳个舞了 走了 然后现在是这么个景象 然后这里的光线非常的不错 我们现在坐一会儿再去拍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本来就是想等着晚上的时候 可以用个闪光灯再拍几张 应该会很好看 嗯 对就是这个样子 主要是太累了 我们一直在走 我们一直在爬山 然后虽然这个 爬山 一直在爬山 感觉好像在爬珠沫老马峰一样 咱们那只有几个台阶 对 已经那几个台阶 你们玩得开心吗 开心 真的 我们现在来到了预言坛 然后在这里边再照一些项目 对吧 今天现在的风格变得越大了 然后这边是8点半关门 对 真的风特别大 现在已经快5点钟了 然后我们现在拍的这个照片 只拍了十几张 所以我们还有十几张要拍 现在的就是还没有那么的暖和对吧 然后就很多花还没有开 但是我们宿舍有一些小花花都已经开了 小花花 小花 小花花 小花 嗯 但是我还挺想拍照拍花的 但是呢 如果等到拍就花全都盛开的时候拍的话 我这个闭舍可能时间就有点来不及了 就是这边还挺赶的 哎 哎 好冷啊 好冷啊 突然好冷了 一阵腰风 来都来了 我们是不辞职经验 哈哈 这还挺好看 哎 椅子没大侠 我们今天照了很多很多的照片 就是在手机上 然后我们胶脚鸡呢 我一共照了31张 31张吧 对焦 然后实在就是没有找到一些合适的地方 可以照了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学校了 好了 我刚吃完饭 然后卸了口红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喝的是曼陵粥店 然后喝的是那个什么皮蛋瘦肉 瘦肉 皮蛋瘦肉粥 然后现在准备吃点零食 因为没有怎么吃饱 然后和你们聊聊天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今天中午 今天这一天录的不是很多 因为就是一直在外面拍照片 然后就超级冷今天超级冷 风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就不太方便 我今天就是在身上背了很多的设备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特别经常的录 所以来到宿舍了 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些我的宿舍环境 我现在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零食 就是大家经常就有问过的一些东西 首先这个眼镜 这个眼镜就是自从我第一次就是戴这个眼镜发微博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这个是不是歪了就有朋友问我就这个眼镜从哪里买的 大家都问我链接 但是呢我的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是在实体店里买的 因为我就是不太放心从网上买东西 除非像天猫超市这种我会在网上买 这个我是在高大一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的一个刘氏买的 所以是在刘氏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眼 但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很基本款啊 这个我觉得很容易找得到 还有给大家推荐个零食 就是这个豆干 我妈就属于那种特别喜欢买散装零食的那种 就是不会买那种成包装的那种 经常买这种散装的 然后这个豆干是我们每次逢年过节都会买的一个零食 叫做玉堂号 然后它有就是三个口味 然后一个是五香味 一个是麻辣味 还有一个是酱香 我也不太记得了 是个紫袋子的 那个也很好吃 但是那个没有吃 那个吃完了 就真的真的超级好吃 大家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豆干 真的觉得绝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 是一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真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就之前我没有吃过他们家 也是最近我才知道的这一家 是叫HUX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包装真的超级好看 就是很 怎么说的很大气 我现在放在阳台就是有点脏了 因为就是放在室内 它会容易很快容易化掉 它好像是什么 就是不添加防腐剂的那种 就不添加零添加 所以就是很容易化 所以就是很容易有那种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还有金属包装 我觉得很高端 然后我这个是爆米花口味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 就是那种不是特别甜 但是就是甜味很适中的那种感觉 我就很喜欢这种 这种是生巧克力 我就喜欢这种生巧克力 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先可以分享给我的摄友们吃 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吃不 就是我怕吃不了 它会坏掉 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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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 怎么了 你这次没有挖 你之前我给你的挖 挖 挖 我之前就是有试过把这个泡到就是 呃 牛奶里面 就热牛奶里面 就是有那种可可的那种口味 就超级超级好吃 可可超级好喝 我就直接拿刀子 就是很 大家如果 如果买的话 然后就是注意一下这个刀头 因为它会比较锋利 嗯好好吃 嗯好好吃啊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一个茶叶 它这是芝士乌龙茶 然后我那天就尝试了用这个 因为它这个芝士味它不是很浓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 芝士味之乎几乎 所以就是 嗯我就想想它既然没有芝士味 我可以自己添点牛奶什么之类这种 就是乳制品 所以我就加了牛奶 我觉得哦 超级好喝 真超级好喝 还有还有什么好吃的 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下 最近我就吃了 因为特别的多 嗯 哦 还有那个圆麦山丘的那个茶乌鱼 也特别好吃 你们有没有吃过 抹茶乌鱼 抹茶乌鱼啊 所以因为以前我就一直吃高鲜奶酪 然后那天就是我社友买了那个抹茶乌鱼 茶乌鱼啊还是 我也觉得特别好吃 我最后最后也就是也买那个抹茶乌鱼 很好吃哦 圆麦山丘抹茶乌鱼 好我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我的这个首饰合集 其实我的首饰这个真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带就行了你知道 我不是那种就是 因为我觉得就有几个基本款带着就是搭配所有衣服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买了那么多也不带我觉得也是浪费 好给大家看一眼 就是像这种不同型号的耳环 然后我有三对以前有四对来着 但是那一对就是有一只我丢掉了 这是三对 还有一个纯黑色的 还有那天就是我在一个就圣诞节的那个vlog里 就是有过的这个两对从藏族视频店里买的 我觉得我这个星星开始就是有点变质了 因为它就是过不了一会儿 它就开始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布 还有两个耳试是 就是这一只大家如果看见了我的微博的话 应该能够看到我就是有带着这一只照了一个像 这个是我在我们家的那个万达一个视频店里买的 就我所有的这个 除了那个特别大的那个耳环是在4L21买的 其他的都是在我们家的一个视频店里买的 就是很大就比较夸张的一个 就是不太好搭配衣服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但是呢我又很喜欢这种就是要么特别简单 要么就特别夸张特别大的那种 再一个还有一对耳环是一对孔雀羽毛 这个我只带过一个暑假之后就没有再带过了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买它好像只是觉得它好看 没有想过我会一直带着它好像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两个 大孔雀羽毛这种 这一对是在798买的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视频 主要是最近这两条实在是太累了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修边幅 你们懂吧 但是呢我又想着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视频 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我最近的日常啊这种 我也知道大家就是我分享什么日常你们都喜欢对吧 希望万五月份可以来 然后我希望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特别特别的忙 那样的话等它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尽情地玩这种就不用担心学校里的一些事物之类的 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看一眼就是前两天是这个 thebeautos给我发的给我寄过来的一个产品 就这个产品呢它可以就是减轻很多你的一些什么皱纹啊 还有就是收脸啊把你收脸这种 其实其实我是不用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想就是给我妈用嘛 然后我想给她用之前我可以自己先提前试一下 我现在用的差不多是一周的时间 我一周时间我认为就是比较明显效果的是这个法令纹 就这项法令纹真的很严重 但是用了七天之后呢我感觉确实有些就很明显的这种比较减缓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的双下巴 以前我这样说话就能看见我的双下巴 现在就是很难看到了 这是目前我七天以来的一个实用感受 然后这些天来我一直也是用的第一个一级电流 它一共有就是三级电流 一级电流我的实用感受就是它就可以承受的那种电流 就没有什么不适用的感受 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产品可以搭配着什么水啊 什么精华啊什么面膜啊都可以用 我一直用的是那个芦荟胶 就是那种大盘的那种 就是这种大盘的芦荟胶 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认为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了 让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视频的内容 视频的种类类型可以在就是评论区下方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然后我之后可以会考虑一下要做一下 行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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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哟 爱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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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拜托 大家好 I'll be my darling I'll be my darling